好,4月以来呢,花莲是遭受到地震以及台风的侵害 居民受制煎熬,圣安宫发起了为花莲众生祈福的法会 那么地点选择在慈云山 汇聚了35间宫庙主神护持办理慈云山护国安宁祈福法会 4月份以来,花莲遭受地震和台风侵害 居民受制煎熬,圣安宫发起了为花莲众生祈福普际的法会 地点选择在慈云山 汇聚35间宫庙主神护持举办了慈云山护国安宁祈福法会 期盼借由宗教力量来祈求安定民心 零四零三之后,天遥地变 在慈云山今年带来不一样的中原祭典 和所有护国安宁祈福的法会在慈云山上 感谢35间宫庙共同来护持在一整天的护国法会里面 让我们开启所有神灵众先佛的护佑 带来未来后续满满的平安跟圆满 也希望我们35间的宫庙所有的主神 能够带来中央山脉的旁边的一个最高地方 也就是慈云山 这个祭典非常的重要 希望未来开启众神菩萨 护佑大家都能够平安顺遂 吉安乡慈云山护国安宁祈福法会由圣安宫发起 花莲县宗教文化议政协会主办 协同花莲从南到北共有35间宫庙来参与 从上午的护国安宁法会 一直延续到傍晚举行的中原普渡法会 一整天陆续有超过2000位信众来参拜 共同为花莲灾后祈求平安 谢旅会吉安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